欢迎加入华视夜间新闻 我是林博坚 最近消息马上带您看到 根据指挥中心规定 七组员返台之后 检疫规范包括了三加四 五加五等等 那么近期指挥中心持续松绑防疫限制 根据了解 七组员防疫新规调整为零加七 好 可以听到钟仁祥表示 目前还在等待签核 执行时程还没有确定 这项新规定 预计要从这个月二十号开始实行 长榮航空关系企业 工会理事长表示 指挥中心要做好配套措施 包括返台机组员 是否能在生效当天 快筛阴性即刻解除隔离 另外已经确诊过 但是没有打第三剂疫苗的机组员 是否有同于完整接种疫苗的放宽措施 还有外站机组员还是禁组了状态 呼吁指挥中心赶快松绑 感谢开灯灭度 同时会有立成敌人工程 的骤人工程 在路面作与对照炎